朋友朋友问我 现在的曹云兵能不能打够像昆仑的 他们的差距有多大呢 最近的曹云兵可谓是风头出卖 先将大西一级拉率领的巨石金坛给击败了 而现在正在雪王一场的战斗中 觉醒的右将军徐晃 毕竟这个徐晃还是拥有地狱火焰的徐晃 可以完美的应对属性克制 接着徐晃配合上其他四个属灵 轻松就收拾了雪王 曹云兵的春王之路也正式开始 在接下来军事中 曹云兵会先来到封王的世界中 帮助贝洛士们 并且利用无恐惧的特点 轻松破解封王的最强大招 封王因此彻底消失 而最强的越王 也是因为曹云兵身上再次觉醒的武将张和 弄下了越王的眼睛 让越王没办法使用封印之力 能众人合力重创越王 尽管他没完全杀死越王 但是足可见如今曹云兵的实力强大 在破开十点烟楼之后 虽然愚禁死了 但是徐楚点为夏尔敦夏尔冤 徐华在一次危难之中被解锁 藏兵兵的战斗力也完全深至大焦热状态 那么现在拥有如此高占领的藏兵 和向昆仑比如何呢 这一点我们先看看向昆仑 向昆仑是群艺店的老大 但他并不是武神之群 所以没有很多守护灵 他的守护灵就一个霸王项羽 截止到如今为止 他的守护灵并未弄灭 但是霸王有一个特殊的能力 那就是召唤亡灵战斗 而其中出现过的鱼子期 东霖妹农且继部四大猛将 只是他守护灵首强的猛将 并非本人的守护灵 而且守护灵只有跟纪令人融合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战力 在出场时 这是民主暂时形成的身躯 这四人对战夏尔敦和 其初点尾战斗 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毕竟夏尔敦两兄弟拥有着地狱火焰 而且有大招 所以向昆仑的四位猛将 全都战败了 那么现在藏医兵又加两个 是不是就完爆向昆仑呢 其实并不是 即使到现在 藏医兵对战向昆仑的结局 依旧是会被完败 甚至在藏医兵完全决醒所有守护灵 并且守护灵融合一生 决醒自己的火龙王状态后 两人之间的战斗输赢都尤为可知 这一切都是因为向昆仑 拥有着守护灵项羽 还有鬼王力 项羽拥有着恐怖的能力 在王国片组织的开头 阿比诺斯试图召唤 源源不淡的木乃伊净坛 来对付向昆仑和刘雨禅 面对数量众多的木乃伊 武神区之一的刘雨禅 不得不通过传统的方式 一个一个将木乃伊消灭 而项羽人确实能够使用 民土召唤百万储君亡灵 和木乃伊抗衡 一个人就是整个军团 而鬼王力的使用更是恐怖 鬼王力是人物灵的至高境界 往往需要人物灵之前 杀个神武灵才能够开启 也就是说项羽的守护灵 可是从今抹杀个神武灵的存在 而神武灵就是守护灵里面的 最强存在 没有之一 可是项羽杀购 怪在鬼王力的状态之下 可以无限恢复上市 所以无论是成数量 还是从质量上来讲 项羽人的实力都强得可怕 目前的藏与兵根本就打不过 但是既然漫画还在更新 我相信总有一天 主角是能够超过的吧